他有着自己的思想可以自主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他有着自己的感觉可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那么这对不其不理的孪生兄弟真的能做到精神合作吗 真的能解决擦窗男的问题吗 一场精彩的蜘蛛侠表演即将登场 请您关注本期外发明神机妙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今天有摩世请来的是来自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张文增老师 欢迎张老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想先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在家做家务吗 但是做的很少 做不做清洁 做 有的时候我工作闲下来的时候经常也做一些 那您觉得就是在家做清洁的时候比较难做的一个清洁是什么 比较难的就是像擦洗比如像玻璃啊陶瓷盆啊 我觉得最难的是擦玻璃窗 特别是外面那层窗我老是有这个风沙 所以老是擦不干净 所以而且它又是一个高危的这个这个工作 你很多窗户外面是擦不到的就只能擦里面 今天这个发明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发明呢 可以说解决了很多像我这样的非常勤快的家庭主妇的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就是怎么样擦高处的玻璃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发明人前东奇 发明项目擦窗机器人 今年54岁的前东奇是一位机器人发烧友 从事了十多年的机器人方面的研究 凭借着自己在机器人制造方面的独特造影 研发出了不少的家居服务类机器人 看着自己研制的机器人在家里帮着自己打扫家务 前东奇很是享受 可是面对家里的一扇扇窗户 前东奇还是不得不爬高去进行擦拭 一番折腾下来不仅危险还很是辛苦 看到在一旁自动工作的擦地机器人 前东奇有了灵感 自己能不能根据擦地的原理 再演这一台能够自主擦窗的机器人 来帮助自己解决擦窗的烦恼 这个是用来擦地面的 那我看看这个概念是不是可以把它就是用在这个擦窗户 那擦窗户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是把它这个移植上来就可以了 但其实这个本身它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怎么让它就是这样垂直在上面走 通过观察前东奇发现 擦地机器人所采用的轮式的行走方式 并不适合在垂直的玻璃上使用 因为轮子的移动速度快 着力面小 所以它很难维持一定的吸附力 这样会使机器人在垂直平面上 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大大降低 那么自己该给擦窗机器人设计一种什么样的行走方式呢 通过对数值玻璃平面的仔细研究 前东奇设计出了一个履带式行走方式的实验样机 我觉得好酷啊 是的 像那个他们的装甲车一样 像一个这个机器人战车 它其实是用了这个装甲车的这个履带的原理 来解决这个在这儿爬行过程当中这个附着力的问题 对对对对附着力的问题 前东奇知道要想设计出一个智能的擦窗机器人 紧紧解决行走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机器人的设计不但要小巧灵活 还必须要在它小巧的有限的空间里 装上跟人一样智能的操作系统 只有这样才能代替人完成踏实窗户的工作 那么这个高度集成的智能擦窗机器人 到底该做成什么样呢 就是两个的一个配对的 这是两个的配对的 对配对 这是主动机 主动机 这是虫动机 它是怎么用的呢 这么用它就你看它把这个这边和这边这样 两边这样把它贴住 把它一站站住 现在是用遥控器在控制 还没有让它自动走起来 将来还是这个地方要编程序 要把它编到程序以后 让它自动走起来 第一代擦窗机器人采用了两机磁铁相吸的原理 驱动机和随动机靠磁铁吸力 紧紧地吸附在玻璃的两侧 运行中的它们像是一对不离不弃的孪生兄弟 配合得甚至完美 就连吊起头来也是游刃有余 为了能够模拟人完成擦拭的工作 钱东奇在随动机上安装了两个直径为6厘米的擦拭盘 它可以像耗光机一样高速旋转 那么这才经过精心设计的第一代擦窗机器人的使用效果 会怎样呢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看看它这个运行过程当中的方式 在电力装置的驱动下 随动机跟着驱动机一起移动起来 两个搬刷高速地旋转着 把机器所走过地方的回程擦拭了一面 就是这里如果基本上已经擦拭完毕了 那当我发现好像其实这边和这边 对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盲区呢 是的 它就是虽然它贴着这个边 它这个圆盘 它这个两边圆盘在转动的时候 它很难把这个圆盘一直做到这个边上 所以它边上就是往往都会留一个这样的这个盲 我现在把它拿开来你看一看 因为你这个圆盘 你就是你如果再把这个圆盘做大 再把这个圆盘做大 你看这个已经做到最大了 如果说你把这个中心点再往这边移 移到这儿的话呢 你把它移过来的时候 这边再往上面移 你已经移不上去了 所以它很就是总是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个 那就是说咱们这边和这边 它其实在咱们设计本身 它其实就是一个盲区 所以在这个擦拭的最终的结果显示上 它其实就是也是一个盲区了 是这样的 通过擦拭试验 我们看到第一代擦装机器人 所采用的抛盘式的擦拭方式 擦拭效果并不是很好 不但在玻璃边角处 又有一个很寸的盲区 而且还不能实现双面的同时擦拭 依此看来擦装机器人的设计 还需要更大的突破 经过对前几代擦装机器的反复总结 很快一个全新的擦装机器人 研制成功了 作为一个这个机器人 人它也要有供电 要有思考 要有运动 机器它也是看上去很小 但是里面五脏俱全 大佬运动机构 这个吸附机构 通讯机构 这个传感器都在这个里面 钱东西说 这个全新的擦装机器人 虽然不具有人的模样 但是它的组成机构 是个人是很相似的 完全能够代替人 完成擦装的工作 那么这个麻雀虽小 却五脏俱全的机器人 又是如何操作的呢 那咱们用是怎么用呢 用就是把这个 这个感觉有很大的吸力 对 不能把这两个 就是这样贴在这儿 这是属于违规操作吗 对 严重的误操作 严重的误操作 拔开不容易 这得怎么拔 来试试看 这好像很费劲 这看来我这误操作带来的后果 还是很严重的 哇 对 需要很大的力 就是说唯一拿下来 首先还是得注意一些事项 不能像这样的话 对 不能像 像这样的话 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一些后果 那就是说 如果说像我们夹的 因为中间会夹的玻璃 因为它会有一个隔离物 中间如果隔了一块玻璃以后 它的吸力就不至于大到这个地步 它这个磁铁 它吸力是和它的距离的层 平方层房体 所以它其实是越近 它这个吸力就越大 刚刚就属于一个很严重的 误操作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好 那就是说 那我到这玻璃上是怎样用呢 就开始 就是把这个开关启动一下 对 稍微有一点麻利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说这样放好就行 那现在就行了吗 它其实你启动 它也不会工作 我启动它也不会工作 你试一下 试一下 你看 它就报警 报警了 就告诉你 它不会工作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属于我的 操作还是不到位 是吧 对呀 可是我们发现 擦虫机器人 在放置到玻璃上的时候 已经具有很大的磁场激励了 而且还可以牢牢地 吸附在玻璃上 为什么还会出现 操作不到位的状况呢 现在是绿灯 绿灯就代表这个吸力不是不大 不够大 所以 对 就是它在运行过程当中 它吸力不够大的话 它就是安全性不好了 所以你要调节 从这个方向 就继续旋转 那 就旋转到时候 它就到蓝灯了 到了蓝灯以后呢 就代表 它告诉你这个吸力足够大了 吸力足够大 你就可以 就是 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好 所以你这样一按 它就开始 就这么简单 它就开始工作了 原来 擦床机器人 之所以能够吸附在玻璃上 是因为在机器的四角上 有四组方形的勇丝铁 它们维持着擦床机器人 在放置后的 一个基本的吸附力 但是 仅仅只有这些 基本的吸附力 是不够的 因为机器启动后 它需要更大的吸力 才能保证驱动机 和随动机的 完全跟随 否则就会出现 安全隐患 但是 如果在机器上 直接设计一个 较大的吸力的话 有不便于机器的 放置和摘取 所以 前东奇在机器上 设计了一个磁力调节器 来随时增减 磁铁吸力的大小 当调节 位于随动机上的 磁力调节器的时候 位于机器底部的 压力传感器 会告诉我们 这时的吸力 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绿灯表示吸力过小 红灯表示吸力过大 而蓝灯才是 我们需要的 匹配的吸力 也只有在这时候 我们才能启动机器 开始 擦拭的工作 前东奇说 由于采用了磁力调节器 擦窗机器人 可以擦拭 12毫米厚的玻璃 我们来做一个 厚度测试看看 我们找到了一块 12毫米厚的玻璃 看看擦窗机器人 能否在这个厚度上 正常的工作 还真是12毫米的厚度 没有难倒它 那么我们挑战一下 更厚的玻璃 看看又会怎样吧 尽管擦窗机器人 可以安全地积附在 19毫米厚的玻璃上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驱动机和随动机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缝隙 所以这个时候 不管你怎样启动机器 它都不予理睬 那么 又是如此精心设计的 擦窗机器人的擦拭效果 又会怎样呢 前东奇说 擦窗机器人完全模拟了 人工擦拭窗户的过程 它不但能自动进行窗户的擦拭 还可以智能地规划最佳的清洁路线 方形的设计 也让窗边的丝角 难靠它的眼睛 那么事实是这样吧 我们决定来做一个 擦拭测试 我们模拟了一个家具环境中 半年没有擦拭过的窗户的灰尘状态 看看擦窗机器人 能否把这些灰尘擦拭干净 把它擦拭完又需要多长的时间 它看似普通 却有着跟人一样的智慧系统 它看似呆板 活动起来却像蜘蛛侠一样 灵动自如 读记匠心的结构设计 能否让它通过我们的极端测试 实际环境的验证 它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请您继续关注 外发明 神机妙瘦 为了验证擦窗机器人的擦拭效果 我们模拟分散了一块 半年没有擦拭过的灰尘状况 擦窗机器人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现在我们擦拭完毕 但我们请让它擦拭一下 好 看下效果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 就像这一块一下就擦拭干净了 比我想象的动作反正擦拭效果要好很多 这个先做路线呢 它是先往下 听到它的底边 然后到上面听到它的上面边框之后 然后是沿着这个边缘进行冲击 先做边框呢 就是最大先做的 会就是把边脚压 然后是把它给去的 通过碰撞缓冲板对边框信息的反馈 擦窗机器人很快完成了窗户大小的特算 然后采用非字型的路线 对窗户进行了全面的擦拭 五分钟后 擦拭工作完成了 擦拭完毕了以后 它会 它会就是回到语言来的 就是七十点的附近 然后方便你把它给取下来 就是说它擦拭完了以后 它会自动的回到我们放置的 七十点的那个位置上 七十点的附近 附近 就是说也方便我好 就是好把它取下来 好把它取下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上面还是 有挺多灰尘的 有一点印子 那这个主要原因 就是我们这是半年多的这样一个 没擦拭的这样一个玻璃 所以灰尘特别特别多 那就是说我擦拭完一遍 其实是不够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像这样呢 就是半年多的这样一个 灰尘的这样玻璃 一般情况要擦两到三遍 那就是很干净了 要擦两到三遍才能最终 清洁都会很干净 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抹布上是什么样的状态 嗯 行 好 取下来的时候 就要解锁是吗 对 把它给调在那个绿灯 系列最小的情况 这样方便去 这时候就可以取下来 很轻轻的就把它取下来 哇 这个灰尘特别多 很脏耶 很脏 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这个擦拭布 再给它更换一下 再来进行一个擦拭是吧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给它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给清洁干净了 那就直接就这样 为了保证机器人有好的擦拭效果 钱东西在擦拭布的设计上 也有自己独到的考虑 分了两块 前面是一个丝抹布 那后面是一个干抹布 干抹布的一个主要作用 就是把前面的水质 包括一些糊的一点灰尘 然后通过这个干抹布把它擦拭掉 那最关键的就是 除了这两块之后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东西 就是做了一个这样一个 就是刮成条 刮成条 对 刮成条 它一方面可以去刮 那个留下来的细微的灰尘 把它给刮掉 另外一方面 就是当你这个干抹布 然后把前面的水质 把它擦拭掉之后 饱和了 饱和了之后 然后你这个刮成条 也可以把前面的 一流的水质把它刮掉 那防止轮子打滑 那么经过更换后的擦拭布 能把余下的灰尘擦拭干净吗 那我们把它放进去 第二个效果会怎么样 调后面就是每次就要 每次就要调一次 因为你刚才起下来 就把它调成最小 第二个擦拭 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等下三次起动 我们就可以进行夹 然后做得了 好 那我们一起 一会过来看一下效果 这是第二边清洗完成了 对 第二边清洗完成了 这效果还是 还是比较丰厚的 哦 它是以后 跟我们最初开始的时候 擦的时候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对 但是好像还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 边缴还会有一点的 有大概一指宽张 灰尘 相对于咱们这个机器来说 还是比较难处理 是吧 对 因为毕竟是机器嘛 你如果是人的话 然后在去清洁的过程中 这个边缴还需要刻意的 多擦几遍 把它擦干净 那机器呢 它是主要把你的大面 你可以清洁干净 那比方是对玻璃清洁要求比较高的 然后就可以拿个抹布 顺带的就擦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你看 这个实际上这抹布就感觉是比较干净了 就相对于咱们刚开始那一次 就是说干净很多 干净很多了 因为这个时候抹布再脏的话 那这个窗户肯定是要脏了 因为说明这个窗户太脏了 你像这个情况下 抹布是已经非常干净了 就已经很干净了 把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现在的一些硬的也就把它擦净一下 这样两面就差不多把它清洁干净 通过测试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在窗户的四周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盲区 但是从整体上看 擦拭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加大测试难度 看看擦窗机器人能不接受我们的极端测试 这次我们在玻璃上刷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 看看在如此极端的测试面前 人物擦拭和机器擦拭 各有怎样的了解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两扇窗户 这上面都涂满着泥浆 现在已经是经过自然风干了 但是这个窗户 它不仅仅是说这一面 我们在它的两面都涂上了 同样多了这个泥浆的灰尘 都现在都是已经都是已经干透了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人工擦拭和用咱们的擦灶机器人来擦拭 同时把这两扇 就是说一扇窗户的两面擦拭干净的话 就是说需要用多长的时间 看来想把这扇窗户上的泥土擦拭干净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的记者上下挥舞 忙的是不亦乐乎 真是费时费力 我现在已经用这个湿抹布 已经把这上面的这些泥浆 现在已经除去了 但是我们大家一般都知道 就是说擦玻璃的时候仅仅是用湿抹布 肯定是擦不干净玻璃的 所以我必须还要水手还要准备一块干净的抹布 就是说干的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只有才能真正的把玻璃最后的擦拭干净 算是聪明己经 我已经大约用了15分钟的时间 用了不少的水 然后一块干抹布 一块湿抹布擦拭干净了 现在我们也是看 同等条件下 我们还有一块这样的一个玻璃 两面也是同样护满了泥浆 我们用我们的擦窗机器人来试一下 看它如果说达到我同等的这样的一个 手工擦拭的一个状态的话 它到底需要用去多少的时间 把它放进去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 好 原本用来擦灰尘的机器人 面对如此恶劣的测试条件 它能做到迎难而上吗 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擦窗机器人 行走过的地方 丝毫看不出有被擦拭过的痕迹 这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什么变化 它在目前什么动化 不动呢 目前可能是轮子 然后就是被 米浆呀 可能被卡到轮子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因为咱们是那种 这个灰尘可能是 太多 太多 卡就是 是轮子卡多了 还是说咱们这个擦拭 它应该是轮子在去打滑 就是这个灰尘呀 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起到润滑的作用 然后使这个就是那个履带呀 和这个玻璃之间呀 有一层类似于润滑油 然后使轮子就是满满满满 这样子去就是打滑不动 不能前进 咱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抹布上面 已经是厚厚的一层 对了 抹布上 已经是厚厚的一层 包括因为这个是 擦轮子叶子的 这个小抹布上面 也是厚厚的一层 但是我看这轮子上 好像相当还好 但是这个 你看轮子上面 已经有这么多的灰尘 它在这个过程中 就相当于起到一个 滑水粉 这样的一个打滑的一个作用 摩擦力 让它就急剧地变小 就急剧地小了 看来 如此厚的泥土 确实给擦床机器人 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 即便是适应能力强 抓地利好的鱼带 也无法克服灰尘 给它带来的阻碍 那么我们看看 经过一番处理后 擦床机器人 能否再次接受 我们的挑战 你刚才有效果 你刚才效果好多了 效果还蛮明确的 但是它这一块 虽然说从这方 因为抹布在前面 抹布在前面 后面它都没抹布 一会儿它会沿边 这样清洁 就会清洁到这个区域 同时自动型的清洁 也会清洁到这个区域 大家还是很明显 看到它这块刚擦拭 第一遍就没有问题了 好像又困住了 是又困住了吗 这个好像就是 轮子可能在下去的困 轮子一边去打滑吧 哇 这个抹布上面 已经是厚厚的一层 已经有将近两毫米厚的 这样的灰色 你看 都已经 厚厚的一层 你看都已经去切疤了 切疤了 扣都扣不掉 扣都扣不掉 是 是有点恐怖 那么经过两次罢工的擦窗机器人 第三次的擦拭表现又会怎样呢 它能突破泥土给它带来的 重重阻碍吗 紧走到边角 擦窗机器人还是显得有些吃力 但是奋努力地坚持 希望自己这次能够有好的表现 还真是在它的不懈努力下 顺利地摆脱了困扰 这时 擦窗机器人还真是找到了感觉 俨然就像是一台推土机 问力地推掉了 挡在它前面的泥土 现在的擦拭 对于擦窗机器人来说 才是真正以上的擦窗 工作起来 游刃有余 最终 用去了35分钟 擦窗机器人 顺利完成了擦拭工作 擦拭的效果 应该还是很理想 对 两个对比看起来 好像应该是和人工的 应该好像差不多 就是说在它经过的区域 还是算是 擦拭得非常干净 尽管边角 边角略微还会带一点 还会留一点 通过我们的测试 擦窗机器人的整体表现 还是很不错的 在遇到边角的障碍的时候 也能轻松避开 那么擦窗机器人的家居环境中的实际使用效果会怎样呢 我们来到了一个居民小区 这是属于 荣荒两台 没有边框的 就是平时咱们一个擦户 是 自己自己不擦 自己不擦 为什么 太高了吗 太高了 起专业人来擦 起专业人来擦 那多长时间擦一回 半年吧 半年 实际上我们今天带了一个擦窗机器人 我们先看一下 看到擦窗机器人 他不时地问问这儿问问那儿 很是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打理自家的窗户 但是没想到 科研人员却拒绝了他的要求 这种窗户它没有边框就不是很好用 没有边框 因为它这个是个撞满信号 它识别到边框之后 它会自己就转向 如果是没有边框的话 那这边不是也没有边框 可以这个样 就是有边界吗 有边界它是这样的 它要再往前面走的时候 这边要有一个边框 它一打 它这边就感应到一个信号 它就会转身 它就不会直接往上去走 直接往上去走的话 有可能就要 像这种就是没有边框的 就不太适合了 就不太适合了 那咱们家还有没有一些 别的类似的一些窗子的一些户型 或是怎么样 那现在怎么办 那咱们去看一下这边 哦 再还有你看这个 大的落地窗 是 这个就是外面不好擦的 这个就外面 这没有办法够得到 对 那咱们这个窗户能试吗 这个窗户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玻璃厚度 怎么不大 就是首先得看一下 它的玻璃厚度 只要能放上去 它那个天门蓝灯 然后就可以运行就可以 哦 嗯 这个玻璃代表是吸力太小 嗯 一直是强是吸力小 玻璃太厚了 玻璃太厚了 就咱们这是中空玻璃 中空玻璃是双层的 嗯 估计像现在这个一样的 估计 估计大概也有20毫米左右了 其实你放上去怎么调它 它都会 它一直往下长 所以在这种状况 它又是不能去使用 窗户玻璃太厚了 窗户玻璃太厚 是的 就是说这个也用不了 对 目前在我们这一带的话 我们定位是 呃 4到12毫米 嗯 这个范围是内的 嗯 嗯 那看来就是说 咱们在这 还就是这个 踏踏机器人 就没有施展的空间了 刚才我们的入户测试 没想到进到第一户呢 就遇到了无法工作的 这样一个状况 而且这个用户家里的玻璃 很有特点 它没有边框 这个是我们这个 呃 发明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那这样我们演播室呢 拿的这块裸玻璃 也没有边框 我们来现场实验一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就先转 一直转 转成正正的 好 好 好危险了 Reset Reset 你看就这种情况下 对于窗户玻璃 没有边框的情况下 就是说它会出现 呃 危险 现象 那刚才通过我们现场的实验 我们也看到了 在没有边框的玻璃上 这个擦装机器人 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碰撞的缓冲板呢 它可以让机器人 走到窗户的边上的时候 如果有边框 那么它就会碰撞这个 碰撞缓冲板 那么它接收到这个命令之后呢 那么机器人的这个大脑 也就是它的这个控制器 就会发出指令 让机器人后退或者转弯 或者去走别的地方去 说明已经走到边上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擦窗机器人 有一个感知碰撞的这个神经 但是呢 没有是神经 所以它看不到 没有边框 它是看不到的 所以它会一直往前走 然后最终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无边框玻璃来说 应该想别的办法 由于在第一个测试家庭中 擦窗机器人没有发挥出它的优势 我们带着它来到了另一个家庭中 这窗户您这多久没擦了呀 大半年没擦了吧 大半年没擦 对 一直没时间擦 一直没时间擦 是的 好像看一下那个 这个雨点率漂的也比较多一些是吧 是的 因为它外面的话比较擦 对 像下雨啊 然后现在空气会很擦 看咱们这 确实是很长时间了 这个是挑窗的 第一次见到 好能擦窗的机器人 杨女士很是好奇 并且希望自己能够亲自体验一下 在经过研发人员的简单培训后 杨女士开始了操作 好 然后 吸力好大啊 吸力蛮大 慢一点 挑着男的就可以了 这个呃 哎 它又起来了 哎呦 它的效果还蛮好的啊 确实慢着闪干净了 不是看着它吗 那不需要 然后比如说你在这边 你可以看你的那个电视呀 或者看书呀 都可以 然后从它打扫完之后 它会停到圆圆的地方 那你只要把它洗下来 然后放在第二站床上就可以了 对它方便 只要洗机一样 是吧 嗯 那蛮方便的 尽管研发人员告诉杨女士 擦窗机器人是自动进行擦拭的 它可以在机器人擦拭窗户的时候 去干一些别的工作 擦拭完成后 机器人会有提示 它再来处理就可以了 但是杨女士还是寸目没有离开 她工作的时候 你刚才在干什么 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她 还是想随时关注一下 就是还是没有完全从这种 她自己工作这种 到她的时候你解放出来呀 还是感觉有点对她不太放心 是不放心她擦不干净 还是不放心她怎么样 就不放心她是不是都擦到了 还有就是看看 就是第一次看她擦嘛 我看她擦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你刚刚干净多了 干净多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 操虎太操 不是操虎太操了 你是觉得操的 还是觉得它 是不是就是擦是不干净 或者什么样 我觉得它效果应该还可以 可能是如果是经常擦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经常擦的话 但是这边角好像也没怎么擦干净了 边角还是有意思 对对对 边角上如果说让人再接着再来处理一下 你觉得能接受吗 我觉得应该能接受 好 那我再来吧 你看可以看到 哦 擦了这么多脏的 确实非常脏的脏 那这个抹布怎么办呢 然后 然后我们就是可以换一块 其他的抹布 干净的抹布 然后再把它给放进去 这个可以拿下来是吧 对 你轻轻接一下 哦 这样子 对 轻轻接一下 这样子 然后拿下来洗 洗了然后再放下去 对对对 哦 这样子 你只要把它给贴在这个地方 对 把它对起贴就行了 这样吗 杨女士还真是一位细心的人 对擦窗机器人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关注 希望对擦窗机器人有一个全面的体验 看着擦窗机器人把第一扇窗户擦拭得挺干净 他就想着利用这次机会 把阳台上的大大小小的窗户都给擦一个遍 我看你刚刚放上去挺费劲的哦 对 面感觉有点费劲了 特别是就是开不出来的那种窗户 是的 但是是不是相对于你费劲的放进 还是相对于费劲的擦是哪 你个人选择哪个 我觉得如果它能擦的话 我还是选择它吧 因为像抹布的话 我根本就没办法擦 这是怎么了 报警的 这是为什么 报警的 这个玻璃太窄了 玻璃太窄的话 因为它太小 它不容易转身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就让它报警 不会太小 我就没办法工作 那意思就是咱们目前现在这个玻璃 即便是它很费劲的放上去了 但是就是说有可能还是擦拭不了是吧 对 目前擦拭不了 目前擦拭不了 我们后面再调整前去啊什么的 需要针对这样的窄的玻璃 再是一套窄的 在窄玻璃上预洗的一套程序 那么它才能够预洗 前东西发明的擦窗机器人 实现了家居服务类机器人 由地面向立体空间的延伸 这个长得跟人一点也不像的机器人 却有着跟人一样的智慧系统 它能够模拟人工清洁的过程 可以自动测量窗户的大小 还可以规划最佳的清洁路线 来进行自主擦拭 边角轮和碰撞缓冲板的设计 有效减少了机器周边障碍摩擦 确保了机器的自由行走 但是目前这个擦窗机器人 只适于在4到12毫米厚的玻璃上使用 对于面积过小和无边框的窗户 不能实现擦拭 这个擦装机器人 它利用了磁铁同级相吸 一级相识的原理 通过在擦拭机器人的底部 设置了一些固定放置的磁铁 这个固定放置的磁铁 可以保证一定的吸附力 同时又采用了一些圆形的磁铁 通过调整NS级相互接触的面积 来调整吸附力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 但是这个机器人也存在一些改进的空间 简单的利用这种碰撞 返回的这种模式的话 对于这种边角处的擦拭 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 必须经过多次的这种碰撞 而且每次擦拭的效果也不一样 如果能够增进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措施 那么相信这个机器人的擦拭的效果 会更加的良好 发明人肖双良 发明项目保洁机器人 今年32岁的肖双良 是深圳市银星智能电器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说到肖双良和它的保洁机器人 那还得退回到6年之前 那时候我和我母亲还有夫人住在一起 养了一条狗 一段时间我们回家的时候 经常发现家里很脏很乱 到处都有打发的垃圾 我母亲年纪也比较大 我们也不忍心让她再劳累 当时就在想 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发明一些保洁机器的人 替我们打扫家务 孝顺的肖双良 萌生地发明保洁机器人的想法 与此同时 国外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 也正在蓬勃展开 而这一切提供给肖双良 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在朋友张国栋和吴万水的支持下 肖双良投入到了保洁机器人的研发当中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论证 2005年3月 在三个人的共同努力下 第一代保洁机器人终于诞生了 看到机器人能够自主清扫垃圾 他们高兴极了 但是没想到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一代保洁机器人不但噪音大 必胀功能差 而且对地面环境的要求还很苛刻 稍微有点勾勾砍砍 就不能正常运转了 经过四年多的持续研发 现在的保洁机器人 技术已经日趋成熟 不但可以清造吸尘 而且还能拖地消毒 有效的路径覆盖率达90%以上 能爬上15度的陡坡 而且噪音也只有60分贝 机器人具备定时清造功能 使用过程中 如果电池没电了 它还能自行返回基站 进行充电 十分方便 那么保洁机器人的使用效果 会怎么样呢 我们设计一组试验 验证一下 首先 我们在十平米左右的木地板上 搭上烟头 毛发 灰尘和碎纸线 地面上没有任何障碍物 再用保洁机器人和灶把分别打扫 那么谁能打扫得更干净呢 保洁机器人通过了我们在实验环境中的重重考验 那么进入现实环境的它 面对难以清理的毛发 铁钉 油烟地面 又会做出怎样的表现呢 精彩分成的比拼 层层深入的验证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请您继续关注 我爱发明 神机妙手 按动开关 保洁机器人开始工作了 时而直线往复 时而螺旋转动 变换着不同的运动方式 机器人把地面上的垃圾逐渐收集起来 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大约过了15分钟 地面上的垃圾几乎全被清理干净了 甚至连细小的浮沉也没有放过 打开垃圾盒 还真是很有收效 里面满是灰尘 刷子上也沾满了毛发 接下来我们再用扫把清理一下 很快地面上大块的垃圾就被聚容起来 效果也不错 但是地面上似乎总有一层浮沉扫不干净 而且越是重复清扫 这浮沉的痕迹就越是明显 努力了半天 我们只好选择放弃 在这次比试中 保洁机器人顺利胜出 但这还只是一个热身 接下来他将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 和更难处理的屋 这是一个模拟的客厅环境 不仅有木地板还有地毯 我们分别撒上黄豆 碎玻璃和铁钉子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 普通扫帚明显感觉到力无从心 那机器人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如此锋利的玻璃和铁钉 会把机器人弄坏吗 保洁机器人似乎一点都不发怵 挥动着毛刷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手桌下 茶几下 沙发缝隙 房间角落 凡是能到达的地方 垃圾都不见了踪影 这一次我们的蓄意刁纳 再次以失败告终 保洁机器人的清洁能力 看来确实不错 但是咱们说 这家庭环境除了面上的事 恐怕最让大家头疼的 就是一些边边角角的搭造 为此我们搭造了一个多角度的环境 120度 90度 60度 30度 每个角落放上黄洞 看看这一次机器人 能否顺利过关 120度的角落 机器人处理起来很轻松 但是从90度开始 它似乎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而面对60度和30度的狭小空间 保洁机器人 直纳而退 干脆连进都不往里进了 那么把保洁机器人 拿到实际家庭环境中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首先我们来到朱先生家 朱先生特别喜欢狗 但是狗射的卫生打扫 却成了困扰他的一大难题 那么保洁机器人的到来 能否解决朱先生的烦恼呢 第一次见到机器人 面对机器发出的噪音 宠物狗们显得很是焦躁 吓得在屋内转来转去 还不时地发出吼叫 但是很快 他们就适应了这个 飞碟一样的家伙 甚至还好奇地 打量了起来 由于久不打扫 这间狗射的卫生状况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房屋角落 笼子四周都蓄近了一层 厚厚的狗毛 不愧是酒精沙场 处理起这些垃圾 保洁机器人 可谓是轻车熟路 经过一番打扫 屋子明显 干净了许多 打开垃圾盒看一下 狗毛 粪便 灰尘 守护还真不小 那么朱先生 对保洁机器人的 试用效果满意吗 很好 超出我的预想 操作的话 感觉非常方便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用起来 也有不太 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不太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那个垃圾盒 它的容量 应该比较无限吧 接着我们带着保洁机器人 来到秋女世家 秋女世家的房子比较大 楼上楼下算起来 素有两百多平方米 家里的孩子也特别多 尤其是一到周末 亲戚朋友家的小孩子 聚到一块 那可就闹翻了天 孩子们高兴了 可这辛苦就只能留给大人 您看这满地的玩具和垃圾 常常是刚被收拾干净 但过不了多久 又是一片狼藉 为此邱女世很是头疼 那我们的保洁机器人 又能帮助她做些什么呢 经过萧工的一番讲解和示范 邱女世开始拿着遥控器 适用了起来 您用了 您觉得它的清扫能力怎么样 清扫能力 目前看这还算可以 就是好像那些垃圾啊 什么都可以说 烧起来这样子 这时候刚开始 这个环线还掌握不好 这样子 哪个要怎么样转 还不太熟手 它有个又转 有个又不转 然而更加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从没见过保洁机器人的孩子们 居然把她当成了玩具 挥动着各式武器 向她发起了进攻 我们知道保洁机器人的强项 是处理家庭环境中的灰尘和毛发 但是对于一些家庭以外的环境 它的本领还能否奏效呢 接着我们带着机器人 来到了一家理发店 这里可谓是毛发的重灾区 据店主介绍 普通的时候 一天大概能收集2000克的碎头发 客人多的时候4000克左右 那么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保洁机器人 能否交给理发师们 一份满意的答卷呢 刚开始的时候 机器人表现还不错 所到之处 头发都被收集了起来 但是很快问题就出现了 也许是垃圾盒容量有限 也许是毛发太多太长 超出了机器人的清理范畴 一些头发缠在机器人的轮子和毛刷上 严处着他们跟着机器人转来转去 可就是吸不进去 这头发把这个毛刷都给缠死了 一缠的话 它肯定就是说 会把这个毛刷全部缠死 可以看到这种 它全部缠在这个根部的 而且这个毛刷 它又根本就这么动 接着我们又带着机器人来到了一家小饭馆 这家小饭馆的后厨连着排水槽 平日里为了图省事 师傅们就把刷锅用的水直接倒在地上 这样一来 地面上经常是连油带水 努力不堪 您瞧瞧 这地面有多滑 那酱油桶放上去也能滑来滑去 就更别提这人走上去的感觉了 面对这样湿滑的地面环境 我们的保洁机器人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可能是刚刚在理发店里的测试 对机器人造成了损伤 小工调食了半天 也无法让它正常启动 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换一台新的机器人接受挑战 启动开关 机器人向前缓缓移动起来 地上淋散的菜叶渐渐被的收入囊中 效果似乎还不错 不过小工 咱别总待在一个地方打扫啊 转个弯 那边还有垃圾呢 但是 也许是因为地面太滑 机器人似乎只能凭借惯景向前运动 当我们需要它转弯时 它却怎么也不肯 乖乖 服从命令 它上不去了 它感觉打滑了 太滑了 地面 地面有油啊 有水啊 它稍微有一点阻力的话 它就打滑就跑不动了 保洁机器人主要由清扫吸尘系统 感应认知系统 导航系统和中央控制系统四部分组成 在真空吸尘器和毛刷的相互作用下 可以把各种家庭垃圾收入囊中 环绕机身的32个感应装置 好向人类的眼睛 使得机器人能够顺利规避各种障碍物 即使放在桌子上也不会掉落下来 它的优点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 操作简单 能够实现很好的清扫效果 第二个就是 噪音比较低 适合在家庭的运动环境 第三个就是 它采用了人性化设计 例如在扫机的过程中 它有自动充电等等 这样的机器人不足的是什么呢 它缺少较高的智能 在复杂的环境下 例如在屋里 桌子椅子比较多 它有可能清扫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发明和想法 要告诉我们栏目呢 可以发送字母T到106699991 或者是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还有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一次感谢 进化大学的张文增老师 来到演播室 给我们做精彩的讲解 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 这期的我爱发明 欢迎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 重量跟我的电视 不一定是合格的 重量起来是一定有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